阿嬤組著拐杖 帶著瓦斯公司業務回家 對方穿著白襯衫 看起來體體面面 說要到廚房檢查瓦斯桶 原本聲稱免費安裝 但中途突然改口 要收材料費7000塊 聽到要錢阿嬤立刻拒絕 但男子窮追猛打 甚至還叫阿嬤拿出振興券 7000賢貴 男子自砍價格 給折扣3000也可以 幸好孫女下樓阻止 男子這才摸摸鼻子離去 我說3000我也沒有 你身上真的沒有錢 我說真的沒有錢 那個採券不是有3000塊 差點被坑錢 70歲阿嬤說 當時男子自稱是瓦斯公司 說他抽中免費瓦斯安全裝置 但事後又收7000材料費 想盡辦法要錢 跟他們說新聞都有撥過 這應該是照片吧 他們說沒有沒有啦 我們是做公益啊 就叫不要這麼激動 未免太扯 打著公益名號 掙扎財到家中做瓦斯安檢 甚至專挑老人家下手 事實上消防局 根本沒有和瓦斯公司配合 到民眾家中做免費安檢 只是幌子 事後炸收材料費才是真 記者外語文李夢中彭新 台中報導 報導 報導 報導